大家好,我是世凯 大家好,我是米良 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饭店 耶,其实巴马也是 他们就在隔壁间 我们这次打算带他们在新加坡玩几天 对啊,我们希望每隔一段时间 都能够带他们到不同的地方走一走 那这一次回台湾没多久 就带他们来到新加坡了 那我们刚刚玩完今天的行程 明天还规划了非常有趣的活动要给他们 对啊,其实带爸妈出国玩 一直都是我们的目标 这次也顺利成型 我真的非常感动 其实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超过十年了 近年来总算是比较有时间 还有经济能力可以照顾他们 那夜深了,他们应该也睡了 我们就想聊一下 这段我从前从来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往事 大家知道世凯是较大硕士之前是组合工程师吗? 那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啦 超过十年了 那因为在台湾念理工 比较容易找到薪水不错的工作嘛 那我退伍之后刚出职场不久 就被外派到新加坡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带爸妈来新加坡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里对我来说有很特别的情感 在新加坡工作薪水比较高 再加上公司提供租的津贴之类的 所以这样加一加 在我还是菜鸟工程师的时期 我的年金可能就有150万这么多了 这个对博览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才刚开始工作不久也了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看好 士凯在职业上的发展 士凯在爸妈应该也对他很放心 是吧 其实当初所有人都觉得 我应该会这样一直当工程师 薪水继续成长 成家立业买房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人生轨迹吧 但是当时士凯做了一个 打破大家眼睛的决定 包含我在内 他离职了高兴的工作 没错 前一个月还领工程师的薪水 结果下个月就断粮了 那个感觉那个反差真的非常大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离职呢 因为你是波兰人 我是台湾人 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因为异国恋的关系 其中一个人必须要配合对方 告别原本的家人到很远的地方生活 所以当初我想开始经营自媒体 这是一个工作地点比较弹性的选择 当然我也想过继续当工程师 然后下班的时候再进行自媒体这一个选项 但如果我继续当工程师的话 在高压力和长工时的环境下 我大概不太有体力和创意来创作内容了 所以我就选择离职 那你刚离职的时候会精湛吗 当然会啊 因为毕竟从一个稳定还不错薪水的工作 然后基本上每天生活可以开心过的状态 然后每个月还可以存一些钱 但离职之后这样的好日子就结束了 因为刚开始经营自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有收入 也因为这样我还去做了 就是其他的正职工作来当做补贴 但收入和当初的工程师相比真的是差距蛮大的 大概就只剩下以前收入的30%吧 那米拉如果你明天被公司告知 你的薪水被砍到剩下30% 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那当然会非常难过 啊对啊 所以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当时候的心情 压力真的很大 而且当时也对家人有内疚感 因为觉得说自己这样的薪水没有办法多照顾他们 那这也和我一直以来的心愿背道而止啦 那再加上也不确定自媒体可不可以经营起来 也是很有可能失败嘛 那万一失败的话不就等于我白辞职了吗 等于我把从前的努力都白费掉了 所以真的压力很大 对啊 偷偷告诉大家 当初试开大概7点下半到家 已经在外面工作辛苦了一整天 晚上还要在家工作 他写文章的剪影片之类的 一直到11点12点睡觉 那段期间我们还写了几本书 还开了波兰语的线上课程 所以真的非常辛苦 这有点像是赌博 我真的不确定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但是我就只能尽力去做 我觉得比起身体的劳累 我觉得心里的煎熬才是最难受的 因为你看到当初一起念书的同学 都继续呆在科技业 继续深浅 甚至到美国领更高的薪水 那看到他一个又一个的 买车买房 你就会不自觉问自己 自己的选择真的是对的吗 你当初压力一定超大的吧 是啊 超级大 毕竟人都会比较嘛 所以你看到别人 过着好像比较好的生活 你就会自我怀疑起来 那另外也可以感受到父母担心的情绪 因为你在做一件很新的事情 很有风险的事情 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解释给他们听的事情 压力真的非常大 还好我自己还算幸运啦 大概五年前吧 自媒体的部分开始有一点起色了 所以我又离职了 就专心做这一块 海盗博然生活 这真的要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 或许我们现在还在为未来烦恼 这两年来我的收入也慢慢的赶上来了 甚至也超越了当初工程师时期的薪水 而且我们还在波兰买了自己的房子 大家不要以为经营自媒体很简单 在公司上班你可能只要负责你的工作就好了 但是经营自媒体如果没有员工 你就要负责所有的事情 像是企划监骗还是担经纪人 有点像是一人公司 真的很不简单的一条路 但我很开心 我们终于有一些进展了 经济比较稳定之后 当然就会慢慢想要开始实现我们的梦想 那我们就希望每年可以带 台湾和波兰爸妈到处走走嘛 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就是这个原因啦 真的很感动啦 因为当初到新加坡是社会新鲜人 还很幼稚让父母担心 如今十年过去了 我又回到新加坡 还带着蜜拉老婆一起来 所以也算是检视我过去十年的成绩单 我猜父母到现在应该还是很担心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一些实际的行动 然后带着他们去不同的地方 体验不同的文化 也算是告诉他们不用紧张 我们的生活OK 我们的经济能力OK 而且会继续努力过生活 我也真的很感动 因为这也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除了台湾父母之外 我们今天也会规划活动给波兰的父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讲到经济能力 我也想和大家聊聊关于资产配置 还有投资的话题 毕竟有了好的理财策略 下来也有更多机会照顾家人咯 对像我这种自由工作者来说 没有公司的保护 理财就有更重要了 那我想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也想自己准备好退休金 也能够偶尔带家人出国走走 那2024年我会做怎么样的资产配置呢 先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我原本是做定期定额投资台积电 零零九一九 最近真的看到很不错的成绩 很开心 因为原本台积电在跌的时候 真的是被不少人笑 但现在很开心很庆幸当初有下这个决定 今年因为各方专家观察 开始降息的几率很大 所以我有开始布局债券了 为什么是债券呢 因为债券的价格和利率 通常是呈反向关系 所以我期待在利率下降的过程中 债券的价格会跟着上升 但除此之外 主要还是着重在债券可以带来的稳定配息 所以台积电对我来说是追求成长 债券对我来说是追求稳定收益 我把成长和收益 两种策略结合在一起 做好资产配置 毕竟市开很注重分散风险 不想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落 投资债券有很多种方法 因为我不想自己花时间挑标的 所以我觉得ETF很适合我 我会特别挑选那种产业类别够多元的ETF组合 每种产业比较超过10% 而且最好是20年以上的长天期债券组合 这样降息的过程中 它潜在的涨幅会更高 那你选择的是什么债券ETF呢? 我选的是00937B群益ESG 头等债20加 它符合我心目中所有的债券投资设想 大概介绍一下 这档现在收益人数最多的投资等级债ETF 它主要投资BBB信品等级的公司债券 债券违约率不高 而且选的都是世界上有做好ESG基本面良好的公司 也让人安心 所以你每个月都可以收到利息吗? 是的 00937B是月配息 而且殖利率较高 它过去两个月每单位配息都有0.084元 而且它的股价也比较亲民 适合小资组 目前一张大概是1万6左右 此外它也免扣证交税 免缴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也免克个人所得税 这些也都是很吸引我的地方 那对这档债券ETF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参考资讯栏的连结获得更多资讯 将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工作聪明的 才照顾自己也照顾家人 对啊这真的非常重要 而且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带爸妈在新加坡玩几天 明天的行程也超级精彩 我们老早就规划好了 至于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就暂时保密一下 因为我们最喜欢惊喜的 先不要告诉大家 往后我们也会继续带他们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走走啦 这也算是我们永远的承诺 以上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故事分享时间 很开心有机会像这样子和大家聊聊心理化过去的故事 也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不管在追求什么样的目标都可以检测下去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啊2024我们就一起加油 那我们就下次来见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